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想睁开眼 又不抵瞌睡虫 将神游来回了好几秒 直到幕僚递了张纸条 上面清楚写着 总统 媒体正在拍你打瞌睡耶 总统吓到 马上进行 强做镇定 保持高度的警觉 尤其是民众 虽然我们现在灾害年年都发生了 可是我们不可讳言的 还是出现了该注意而没有注意的情况 520连任就职周年 台联发起罢免活动 这回盟友民进党却不参加 我们目前认为时机不移的地方 是因为目前大民进党承诺愿意共同抵抗外鲁 就是菲律宾这件事情 民进党说 国难当前不要内耗 而马总统也因为心信菲律宾这一档事 搞了自己520 猛打瞌睡 这下尴尬了 齐别新闻 苏伟成 崔宗群 林尚群台报导 今天被拍到这个画面真的好尴尬 马总统 您累了吗 相当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画面都会觉得马总统的确是内忧外坏 焦急的不得了 但是520的这一天 原本是开开心心的就职要欢庆五周年 但是来看一下 马总统的民调似乎跟满意度越来越大 却不满意度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低纪录 创夏哥 你怎么来观察 马总统现在面临累又外患 还是说目前这个状况没有办法改变 裂口会越裂越开 其实对台湾人来讲 台湾人民永远都知道要靠自己最实战 所以台湾民族是一个全世界最奇特的民族 你不要看他们平常又闷又憋 只要给他们舞台 他们就能发光发热 昨天在巴黎的博斯体育馆 台湾人又发光发热了 庄志烟 陈志安打败了 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拿到桌球世界锦标第一金 打败了大陆的长城 桌球长城 拿到了金牌了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看 当国旗歌响起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五灯奖开始升起来的那个旗子的时候 你就看到庄志烟一个动作 他眼睛在环顾全场 他在找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哪里 因为这国旗太重要了 它代表这种领导 代表我们有一种方向 那事实上上个礼拜 我们渔民也在找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的国旗进入了巴士海家 我们的军舰进入巴士海家 大家就觉得中华民国站起来了 我们台湾人站起来了 因为有国旗在就代表着有领导 有国旗在就代表有希望就代表着大家可以万众一心迈向未来 那去年一整年我们有太多的机会 期待着迈向未来万众一心 而当时我们的总统也非常的坚定 他是说人民不懂经济学 所以呢他钢盔带好了 邮电说账就是账 你不要废话我就是要账 他又说我要有租税正义 所以呢赠交税赠所税我就非这样子干不可 就这样子冲下去了 他说年轻人要有居住正义 所以他的房子也就这样子弄了 但是后面呢他也告诉我们改革不能有回头路 但是我可以长长短弯 所以转来转去呢就包含的是说 我们要有世代正义 所以劳工们你们不要再吃牛肉面 你只要吃阳春面就好 年轻一定要改革非改革不可 但是呢他又碰到了军工教的说 我要罢免你我要让你不当党主席 我们18%慢慢来缓缓改就这样子搞 所以大家一看 哇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虚妄的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还是有个机会 兄弟气强共浴虚 我们国内在怎么吵 在怎么闹 菲律宾骑到我们头上了 大家就觉得看来 我们一定要全部团结起来 全民也团结起来 好好地教训这个小海盗 所以可是呢 你看到我们马总统 真的很有决心 他你看面对这个菲律宾 这样一个流氓 这样一个无赖 我们有哈佛大学 国际法学博士的马英九 亲自运筹帷幄 我们有耶鲁大学 专攻沟通谈判的 江仪化都军冲锋 我们也有孔子哲学 留下来的夫子 寻寻男善诱人的林永乐 带着菲律宾的代表 寻寻男善诱人 我们也有呢 是像一个非常的 虽然很生气 但是寒吃带露 不思风度的田姐儿 李家飞出面控诉 哪像菲律宾 派一个什么的伶牙历史 胡说八道 小小两个发言人 你看我们要一出手 精锐进出 结果呢 菲律宾的总统不见了 官员不见了 只剩两个小小的发言人 但是 这里 结果呢 我们吃了闷亏了 我们在国际上 结果反而是国际媒体 都说我们是台湾 是霸凌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 对外 我们当然希望你代官亏 对内呢 其实有时候国家 是人民的主 仆人 国家对于人民的时候 吃点闷亏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 对外吃闷亏 对内代官亏 所以我们总统这一年来 整个这样子 他的满意度 不满意七成 远超过他的得票 而不满意度 满意的就14% 差一点点 就变成13%就维持在那边 当然我们不希望是如此 可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还在更希望的是 总统你要振作 政府你要振作 尤其是 最近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新闻 是 我们终于有国旗了 巴斯海峡终于有国旗了 结果我们国军说 对不起哦 因为油钱太贵 我们出去护油 赋予 结果那六艘军舰 这个油钱呢 一天要花500万 哇 这才是让我们觉得 中华民国你一定要振作 因为一天500万 一年365天 只要18亿 我们就可以天天护予 捍卫我们的巴士海峡 捍卫我们渔民的权威 结果我们国家竟然说 抱歉 这个18亿 钱要筹一筹 钱要裸一裸 什么时候 我们中华民国会弄到 连个小小的18亿 都筹不出来 这里有点问题哦 18亿筹不出来 但是呢 观众朋友或许你也很好奇 这两天 光是F-16 跟幻象两天 两架飞机加起来 就高达了30亿左右 问题到底在哪里 难道真的是 台湾的经济有问题吗 杰明哥 好啊 我们就要引用之前 有一句话 叫柯林顿说的 他说笨蛋 问题在经济 这句话真的是 一举倒破 台湾线的困境 曾经有个 有个故事 其实讲到现在 还觉得令人动容 早期我们 其实有护鱼过 就是一个姓柔的海军将军 他带了一艘船下去护鱼 那因为这个护鱼过程当中 他搬到他们 我们台湾的渔船在前面 怎么掉头就跑了呢 我来护鱼 你干嘛跑呢 后来知道原来 我们的这些海 我们的这些渔船 已经看到军舰就害怕 搞不清楚是谁 这个柔将军临机动 把我们最大的国旗 弄出来 好 那国旗出来 哇 那渔民就很开心啊 终于看到巴士海峡 有渔船 那是有这个 有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事实上对老百姓 想什么 他们想很单纯的 我们除了要国旗之外 请你show me the money 给我钱 我们这国家要进行增长 我们知道其实最近台湾的困境 已经不是那刚才讲 18亿 20几亿 而是未来每一年 大概有2到3000亿台币 是没有的 那这些钱的话 证交税550亿 这个我们说的土地增值税 那边当不当就1000亿 然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赠予税 遗产税 加起来又是300 400亿 然后还没有把这个我们说的 营业企业25%降到17% 那边又是几百亿 这都没有算进去 如果马车算进去 台湾会这么麻烦吗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焦点 大家想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马车总升起一个旗 不是中华民国的旗 而是一个从中华民国出发的 经济增长的议题 现在老板先生问一个问题是 我的薪水为什么要倒退路 台湾经济这么这样 我们这样讲 前阵子不是只有我们说这次 我这次看桌球得冠军 很感动啊 这是十几二十年 从来又没有过世以前 只要已经有中国在的时候 台湾以前桌球是称霸 武林圈就遇到台湾是 吓到跑掉 就来一个中国之后 我们已经十几二十年没看到金牌 这拿到金牌 而且那个庄先生 我们都知道他是台湾的长城 这次把对方干掉 心情非常愉悦 其实前阵子有一群 北义女的学生跑去德国参展 也拿到金牌回来 那我们每次在这个 全球这种发明掌里面 看到台湾台湾台湾中华民国 但是问题就在 我们老百姓这么的厉害 但是怎么可能 现在我们的薪水倒退路 然后我们的股票成交量 真的很惨啊 以前香港的股市跟成交量 我们连看都不想看它 那什么小国家 现在就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以前说香港一万八千年 叫天险过不了 现在已经两万三了 两万四了 所以乘其何时 把股票把经济 把外交整个搞得 我们都完全不清楚 马政府这五年做什么 这五年做下来就会怎么样 我们说外交是什么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就弄得我们老百姓都搞不清楚 到底马政府在干什么的时候 菲律宾当然又欺负我们 这小海盗耶 好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看马政府这五年起来 GDP 对不对 这五年连续没有到3% 好歹阿扁年代 不论怎么样状况 人家至少一个撑个4以上 那怕将上喊633没有时间 对对对 5年了 对对对 那更不用说了 好了 所以我们期待一件事 台湾有风力发电 有LED 有太阳能 曾几何时 现在想清楚说 我们可以用太阳能来发电 所以马总统 不要再睡了 赶快生气你的经济大旗 再看一下 柯林顿说 笨蛋 问你的经济 经济好了 人家怕你了 好我要先消毒一下 我们笨蛋没有指谁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我相信吉平哥这么愤叹 应该是有蛮多钱卡在股市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股市可以 继续的上涨来冲经济 让全民的这个情绪可以上升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要请教一下士冲哥 士冲哥过去 跟这个经济方面也很多涉猎 也许你真的也觉得很痛心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一些台湾的民众 要自己自救来想办法了 对 那个柯林顿讲笨蛋 问题在经济 应该可以把他讲的是 Bumbler 问题在经济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 这520 今天这个总统就职的周年 大家都在盘整 盘点他所有的政绩 当然大家最重视的就是经济 因为为什么 马总统他一向认为说 他最会拼经济 我们整次盘点他的经济的措施之后 发现他有几个危机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总经的这个掌握度 似乎不太够 我们看到说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主计处 他已经松了口风说 可能会下修经济成长率 可能保三都可能有问题 先消毒 让你期望不要太深 对 不要太深 为什么现在才在所谓的保三 年初为什么又估得这么高呢 是不是你对整个经济的掌握度不足 或者是说你没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根本不知道实际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 第二个是产业的政策不足 我们这几年遇到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马总统也在位了5年 5年中间有没有提出 比较像样的政策 其实有 但是没有具体的成效 他比较在意的是 公平正义的一些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说 端出来都是一些税收的问题 一直拼命的对人民加税 惹得人民非常的不开心 第三个就是对外沟通能力的不足 这个事情在正所税就看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这一次这三大问题 其实不止在经济上出了这些问题 他在施政问题上 也是出了这三个问题 我们举这一次菲律宾为例 他第一个对大盘的 这个对经济的总经的局势不足 就是对政治局势跟我们的菲律宾 跟国际局势 看他也没有具体的看法 这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说他没有具体的政策 也就是说在菲律宾的这个两岸 跟我们跟菲律宾的这个交斗的过程中间 他没有具体的方针 他连要做什么他可能都不清楚 这也就是对外沟通不足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次 菲律宾现在是在国际媒体 已经掌握了这个发声权 我们这个对外的沟通 包括国际媒体 美国关系我们都没有做到 所以事实上马总统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已经延伸 这个问题已经扩散到整个 这个外交的问题 我们要讲的是 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消息 520大家知道说正所税 这个新的版本已经在 财委会已经过关了 我们就所以正所税好好讲一下 第一个马总统的刑事风格 他在这个正所税议题方面 也是这个样子 没有具体的这个方案 对外沟通不足 然后他还讲一个 先求有再求好 这个政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之前曾经说过 改革得罪人的话也不怕 结果没想到大家现在 这么的对正所税 有疑虑的时候他就抽腿了 他就弄这个新的版本出来 我认为说这个我们对正所税 我们要提出呼吁 我们要逞凶赔偿 我们要这个也是要做一样的 这个人民的损失到哪里去 这个也是要有人家相关的负责 这几天我们看到说 包括说刚才创家哥提到 我们桌球拿了世界的金牌 包括我们这个谢淑威 他也拿了网球的金牌 我们的射箭团体 也是拿了这个射箭的金牌 事实上台湾人民真的非常厉害 不要政府一直在扯我们的后腿 我们看到说这几天我们台湾人民 又自主去做了一个动作 这是在美国的这个白宫的网站 叫We People 这我们人民的这个网站里面 我们台湾人民去发动了一项 这个提案就是说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予台湾必要的协助 然后让我们跟菲律宾能够重建这个关系 这个获得了目前已经有9万多人联署 事实上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美国他希望美国人民 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表达意见的时候 美国政府会听到 尤其是说如果你在30天之内 联署超过10万以上 他就会这个表达 那这一次看起来已经快要突破这个门槛 所以我认为说台湾人民 既然政府没办法帮我们做的话 我们就找这个别人来帮忙 事实上我们都很希望这一次这个欧巴马 白宫有个包青天 就是说希望欧巴马能够为我们组织 如果政府一直不出面的话 我们真的只能够求欧巴马 这回其实民众也是一样的态度 如果政府再没有动作 就要要求赔偿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像的惊人 光是一个礼拜台湾的网友10万人挤爆了 We People的网站 来看到台湾人民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美国白宫网页这几天人民情愿页面 引起最多回响的是这一篇 标题是要求美国政府对于预防台湾人民遭菲律宾杀害 提供必要协助并且重建友谊 那位是以美国人角度赚血 台湾是和我们有相同价值观盟友 台湾渔民遭菲律宾杀害 这个情况可能损及美国利益 我们人民要求政府提供台湾必要协助 不到一周 联署人数已经冲破10万 白宫人民情愿望只要一个月内超过10万人联署 就能得到白宫回应 美方态度尚不可知 导致国内立委提案代位求偿 确实是由非兵政府所属的公务机关 或所属机关的人员 非法侵害造成我国人员伤亡时 中华民国政府应该以相关的预算 优先予以补偿 立委呼吁漫长国与国协商 一来一往旷日费时先宽慰受害者家属 政府要为渔民做些什么 我们不反对 之前发生过的例子 有的家属受难者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关心他们 为渔民讨公道各种管道旗下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看起来台湾真的很辛苦 还必须要到白宫来讨公道 当然靠的是部分的英文可以沟通的网友 如果相较起来 我们的英文并不是国家规定的语言之一 反倒菲律宾这在国际上的发声 好像占有优势 蔡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菲律宾的英文实在很难听得懂 它叫Finglish 跟新加坡的Singlish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次我们真的是遇到对手 菲律宾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所谓的一个落后三流的一个国家 它真的是很会宣传 我觉得我们在宣传上 应该要好好的来去学菲律宾 我觉得菲律宾这次打的一个三个招式 刀刀剑骨 对我们来说是刀刀剑骨 我们一直在跟菲律宾讲说 哎呀你的那个什么 你跟我们的不对等 你为什么呢 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 而且给我谈一宗 对不对 然后他竟然跟我们怎么说 你知道吗 说我们 我们说你的代表团来没有授权啊 然后他竟然说 那台美关系不是一样吗 我只是比照台美关系 弄得我们什么 我们没有话说 然后第二个呢 现在呢 他对我们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对菲律宾很强硬 然后呢 他就说 哎 那个马总统是为了国内的一个谜译 然后才对我们这么强硬 他对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了解 知道我们的总统名调那么低 但事实上也觉得他说实话 对 他真的是有做功课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这个国家 真的是不简单 他真的是什么 他真的是有做功课 然后我这一次还看到他们的一个社论上 怎么写你知道吗 他就说 那个小艾奎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他这一次之所以会对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反复无常之所以会对台湾这么做 主要是为了什么 希望我们两岸有联手的机会 他完全都是替我们在想你知道吗 我觉得菲律宾 真的是一个很会宣传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们的宣传真的是不够 我觉得呢 我们的宣传 国际宣传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新闻局不见了 我们的新闻局不见 对我们新闻局并到 并到文化部里面了 并到一部分并到文化部 一部分呢又并到了外交部 那现在变成说 整个的一个国际宣传 到底谁是头 我觉得那是一个什么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一个国际宣传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一个整合 好好的去找出什么 菲律宾他的一个弱点在哪里 我们也要见招拆招 好好的来对菲律宾来做一下国际宣传 所以我觉得 重点不是在语言 是在我们的一个宣传的能力不够 我觉得蔡老师讲有道理 因为过去呢 马总统最头痛的就是 媒体对他呢 许多的质问他都没有办法回答 很多的回应呢都必须要隔天 看报纸才知道 创夏哥你怎么来观察吗 政府是不是在这方面 一定要有所作为 其实台湾人民呢 英文的能力也很好 宣传的能力也很强 除了在白宫 那已经在联署之外 很快的呢台湾的一些网民呢 就做出来了67页 到底这个事件是什么 国际法是什么 子弹打在哪边 马上都是用英文的 有照片 有那个VCR 什么都已经出去了 只要要做台湾都很行 但是呢政府呢 真是不晓得为什么 真的是千千君子 做事情都慢了一点 所以就被菲律宾吃了亏 那菲律宾呢 既然说我们呢 是坏人 然后是我们变霸凌 然后说我们那些是坏人 就这样诬告了 明明是你这样的二十几枪 打在红石城的附近 在五公尺之内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执法 再过来呢 他们更夸张的是 这些人看起来 脸整个眉毛或什么的 一看就知道是新疆维吾尔人 他就要说是我们台湾人 把他们新疆过去的 一个暴动的照片 在网路上就乱讲 说台湾人好像就是欺负非劳 欺负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那么台湾呢既然没有反应 也没有去抗制 所以这根本是一张物质的照片吗 因为里面的人都浓眉大眼 都浓眉大眼 都是维吾尔人 就是新疆里面的一个照片 他们也敢这样子物质 然后一个人够狠够无赖 但是我们就这样子了吗 然后这个无赖就这样算了 最后呢 连经济学人都出来讲了 说台湾渔民的 恶民遭装什么什么的 好像我们真的是坏蛋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想到寻人启事 因为马总统呢 我们知道说他背后 我们的驻美大使 就美国国务院竟然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是在黄金72小时之前 还用最快的特级键 告诉了美国国务院吗 说我们要发动这个 就美国国务院竟然到现在为止 还说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的文宣专家 在台湾吹哭啦吹哭啦笑 媒体不敢讲话 在野体完全战败的金普通金大使 你在美国做什么 然后在英国的经济学人 那我们也觉得 审旅群大使你在干嘛 去年的时候 妈了帮不了 审旅群大使 你可以逼着 经济学人168年来 第一次道歉 那你在欺负台湾人 欺负说台湾渔民 恶民昭彰 审旅群大使 你在干什么 金大使 省大使 你们都是文宣专家 你们曾经让经济学人低头 你曾经让把台湾 所有人看到文宣 看到你基本上都不敢讲 结果 我们竟然被菲律宾给欺负 所以在最需要两位的时候呢 希望两位应该要出手了 这个是创夏哥的呼吁 另外我要来看到的是 其实台湾政府也要呼吁说 大家目前在菲律宾的台湾人 要洋装成日本人 所以要怎么洋装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因为菲律宾政府之前 已经出手说 在台湾的菲律宾劳工 请他们洋装成印尼人 到底怎么洋装 也很难分辨 所以现在这个气氛 等于说你丢球 我接球 赶快我再出击 怎么来看 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的文宣战 是完全已经被菲律宾 牵着鼻子走 事实上事情刚爆发的时候 事实上我有去国际的媒体去看 包括CNN 或是BBC这些网站去看 事实上那时候都还没有报道 那时候其实应该是政府 就赶快去发言的时候 结果上市这个时间的时候 现在整个媒体舆论都被 这个菲律宾牵着走 包括BBC说我们是霸凌菲律宾 包括经济学人说 我们这个渔民是贪得无厌 我觉得在听在这种眼里 我们大家都没办法接受 尤其这几天菲律宾媒体 也开始在报道说 我们在台湾的菲律宾人 受到这个虐待的事情 包括说又被人家用球棒打 甚至是说这个便当事件 大家都抱得沸沸扬扬 整个菲律宾人都说 这个根本就是台湾人 在欺负菲律宾人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现在整个菲律宾在台湾 所以在台湾现在去菲律宾的 这个民众已经感觉到 有点紧张起来的气氛 所以我们政府都希望 像这几天在菲律宾走动的台湾人 都说他遇到这个路上 遇到菲律宾人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是来自台湾 我是日本人 I'm Japanese 都还要跟他绕两句这个日文 对 有点那种日文腔的那种感觉 让他觉得说我是日本人 我不是台湾人 事实上非常紧张 很多台商也在那边 我们台商区那边已经有好几百家 到那边都说 这个生意好像一定会受到冲击 所以这后续的冲击 真的会慢慢慢慢的出现 尤其这几天菲律宾刚好在马尼拉市区 发生了一个华人区的商场大火 烧了四天 就大概损失了大概600万美金左右 而且有9个人受伤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下 菲律宾人甚至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台湾人搞的鬼 所以你看整个气氛是非常的紧张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菲律宾的台湾人 真的要自求多福 前几天我们在驻菲律宾代表 开了一个会 把台商找过来 就说要怎么来因应这一次的政策 结果没想到开了20分钟 就吵吵结束 他们都想问问题的时候 居然没有人要回答他们的问题 所以真的我呼吁 我们在台湾的台湾人 要对菲律宾人很好 我们到菲律宾的台湾人 也要自求多福 这一次如果台湾人只要行的政策的端 就不怕被人家冠上阴谋论的论调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杰明哥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们的政府要如何来看待 他们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面子还是里子 这里面他们自己要分清楚 对有一个社论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到底这个结论是什么 是我们是杀人5000 就自损8000的一个战役吗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对于 菲律宾来说我们是对它顺差 这些菲律宾的这些所谓的外劳 它其实是台湾半导体 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 事实上我周围一些朋友 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 他们现在头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每隔两到三年 菲律宾的合约就要到齐 他就要再请一批人进来 所以他们人是一批一批进来的 所以他们的英文坦白讲 他们嘴上讲的是英文 其实他们的文法是很糟糕的 有时候完全看不懂 他们的人其实是什么地方 但是重点是他们看得懂英文 我们知道半导体其实里面很多东西 它是需要用到英文 现在这些厂商都没了一笑 可是虽然没了一笑 可是嘴巴还是要说 要支持国家 这个绝对不用菲律宾 你告诉我哪里有工人 其实半导体最近的半导体业 如果台湾没有半导体 真的台湾经济就很麻烦 这我们都知道 现在重点是 现在是这从2000来网路泡沫一来 最好的一个半导体的时间点 每个都缺工缺到不行 想要买工厂买到不行 你看台积电还有几家大厂 都到甚至要去买日本的厂 就是因为现在最火热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禁止用飞用 所以我这些还在问一下 总统我们政府 搞到现在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要就是没有菲律宾 我们半导体公司找不到劳工 还是我们出口明明是顺差 要搞到逆差 还是我们已经有很多工厂 已经在中国 在菲律宾设半导体的中介站 我们把消失掉 还是说就是这样下去吧 也许总统真的欠缺军师 但事实上我相信很多政论节目 或者说每天财经讨论节目 都会给政府很多的建议 接下来我就要请蔡老师 给总统比较中肯的言论了 其实大家都说 本来这个危机是一个转机 他没有想到他又把它转回去 变成危机了 是啊 我这次到韩国 那那个韩国的官员说 这一次是马总统最好的一个机会 你看他的民调本来是18% 可以因为这个变成81% 没想到现在掉成14% 所以这个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面对的这个就是菲律宾 其实他是很会演穿剧 那种变脸 我觉得他很厉害 对 他对我们是一个脸孔 但是他对外就像一个柔弱的一个小花 对我们是像一个无赖 我觉得这菲律宾这次真的是什么 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他有一招很厉害 怕人化挙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是他很厉害 明明就是什么 他射杀我们的一个渔民 但是他既然现在呢 他怎么喊 他喊出说 我们菲律宾人在台湾被欺负 他现在要撤侨 他既然喊出来说 现在他要撤侨 然后呢 他撤侨呢 其实也是喊一喊 其实以菲律宾的财力 他能够让菲律宾在台湾 没办法做专机啦 十万人 有钱让他做专机吗 对不对 所以他都是什么 他都是喊一喊 然后呢 去寻求什么 来去寻求国际上 对他的一个资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什么 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 我们真的不能小看 菲律宾这个一个国家 我们真的要好好找出 菲律宾的一个弱点 我们真的要好好打他三把 所以现在大家来观察说 菲律宾呢 看起来真的有变脸的实力的同时 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来考验 台飞的关系 稍后讨论 回到地球黄金线 其实在这次的菲律宾事件当中呢 大家很关注的就是 洪家人的态度 当时政府有意安抚 但是呢 洪家大姐这回很keypill的 说了这句话 他们不要捐款 也不要赔偿 重点是要给人民 尤其是渔民 一层保障 我们家属从头到尾没有 说要跟国家申请国陪 就怕连日受访模糊焦点 洪家大姐在受访 先把立场说清楚 等不到道歉的洪家很无奈 但菲律宾关键行径太恶劣 才会让他忍不住站出来发声 不少船长也指控说出海没带 一万美金的保命钱 就会被带回军港 曾被押走关了二十几天的老船长说 要把人跟船熟回来 的确要靠前科牵线 原来这些人大多是会说中文的华侨 有的会先到台湾找船家 鼓吹自己跟菲律宾官方很熟 渔民付钱买了所谓的捕鱼许可证 以为万无一失 到了自认许可的地方捕鱼 却连人带船被带走 出海被抓家属想救人 官兵想拿钱 两边透过前科交涉 幸运的因为消息 只到官兵阶层付钱就放人 网上承报 有司法部门介入的话 即便钱已经付了 人还是得在菲律宾面对司法程序 这时候原先扣船的官兵 自认无力可图 还会直接把船集成 让渔民损失惨重 如果有赎金 上面不知道 他就放他走 上面知道了 有胜利付的赎金 还没有办法走 渔民出海讨生活 除了面对顺其万变的海项 还得做好随时被要挟 讨钱的准备 只能期盼透过广大新渔船的事件 改善他们的悲惨命运 DBBS新闻许峰鱼 小琉球报道 看着人民呢 这么辛苦的同时呢 起码政府应该要想一想 就人民每天用生命 在赚钱的情况 有多么的危险 前面跟我们来看到 刚刚呢很多明明说 他们要带着保命钱 来出海淘鱼 对 保命钱身上就是 有一千到一万块美金 但是我要先讲一件故事 这件事故事是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一次的渔船事件 它那个船是800万的新船 可是它是跟农会借了688万 所以他们家族 现在其实是一毛钱都没有进来 红家族 我们必须跟所有老百姓说 他们现在是没有钱进来 而那个船呢 现在还是跟政府借钱 现在政府第一时间 是透过农业信保基金会 就是请这个利息钱先暂停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 他们的船现在已经破坏了 所以现在要想办法替他筹资 至少要把那个船就是修复 那么政府有说要不要帮助红家 那么红家非常气魄地说 我们再怎么穷 这是真的 这不是只有他在公开上 他私底下也这么说 因为政府想要要钱 他说一句话 如果菲律宾用donation 他一毛钱都不要 他要的是菲律宾的赔偿 我要说一句 红家的大姐真的了不起 他们红家现在是一毛钱都没有收入 完全没有收入 这个船还是借的 他说一句话 如果菲律宾是给donation 他一毛钱都没有 如果是政府给他钱 他也不要 他要的就是 想办法把这个船修好 重新打船 打鱼 把钱还给农会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老百姓的 就是我们渔民的骨气 真的非常不容易 菲律宾有多坏 这是菲律宾为什么 每次都会知道我们的船 我们想想看 红家的船 是早上5点钟进到渔场 9点就被锁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养了100多艘小船 专门就是监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打鱼的时候 会跟有船说哪里有渔训呢 像无线电这样子 对无线电 他就追踪无线电就马上锁定了 所以他们做法是 现在渔民多可怜 出海的时候身上要踹 踹个还没赚钱 要踹个1000到1万块美金 为什么 因为被逮到第一件事 赶快把1000到1万块美金 赶快交出来 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他发现了 你船上有渔获 他会连把渔获带走 这是第二件事 但是如果你身上没有1000到1万块美金的话 或者你给了1000到1万块美金 他也可能这件事情 看你肥兹兹的 就一定要把你船拖进去 那你说船出去应该船到军港 没有 他不是 他会把船先踩到外港 而且也没有把讯息交给玛利亚 为什么呢 要开始勒索 曾经有一个姓洪的渔船的船长 他说被拖过去的时候 几个士兵过来就说玛利玛利玛利 什么叫做玛利 玛利就是mone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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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其中这个红船长说他家里 最近都没有 因为船是新的 也没有钱可以付 他那边被关了一年 有多凄惨你知道 有个小兵 你知道那个港口 本来就路不是那么平嘛 不小心自己摔倒了 流了血 这小兵流血他觉得没有面子 我怎么走路摔了这个流血 他马上跟其他士兵说 就是这个船长打的 哇 这一群士兵就把我们这个渔民抓起来怎么样 打到那个吐血 在吐血的时候心心想说 我不过就是个渔民 我这边打个鱼 需要这么严重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他们是有SOP的 就是第一个要有钱 有钱如果船长有渔货 他把渔货带走 如果没有钱他就把船带过去 可是带到军港 不先进到军港先勒索 那如果你没有钱 他只好管你半年到一年 然后SAMPS打了脸清红肿 为什么呢 他说打了脸清红肿 把这个下面拍到这个台湾来 就会有人付钱 如果说生命跟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时候 政府应该如何来做呢 很多人说 这次不管是再多的赔偿 都换不回一条人命 也因此呢 政府如果未来真的有预算 应该如何运用在保障渔民的权益上 对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联合军演 包括说出动了既得舰 拉法夜舰或者说海巡船 这个幻象2千都去了 那一天大概花费到四五百万之多 很多人就说这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目前这个整个国防预算 整个经济的预算 都那么的拮据之下 如果这个就目前的编制来说 海巡一年之后编了5亿左右的油钱 陆海供三军的话 也不过才编100亿 如果这样常态下去的话 哇 台湾不知道损失多少 尤其是这几天我们知道 这个演习已经摔了两架飞机 一架F-16 一架幻象2千 这个损失其实已经非常多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这样投资下去 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一年的 这个国防预算有4千亿之多 4千亿之多 如果连一条人命都保不住的话 那这4千亿真的就是白花 而且我们是莫名其妙 被人家冤枉的射杀 尤其这几年来说我们来看 光是菲律宾 我们已经被他逮捕了100 被他扣留了108勺的渔船 有两位船长过世 那这个当中被勒数的这个金额 好几亿元以上 那不只菲律宾印尼也是这个样子来做 所以我们来说 我们台湾事实上就是个海岛的国家 我们四面渔民出去 北边有日本南边到南海 就会遇到菲律宾越南 这个包括说印尼这些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好好的保护他们的话 他们出去好像在拔生命一样 出去了这个今天出去 明天可能要烧香拜拜 不知道回不回得来他都不知道 而且刚才像杰明哥讲的 他在海外还要被人家欺负 对不对还要 甚至有人是说被抓了之后 他付了五次赎金才把人赎回来 反反复复这样子 你看余敏受到的待遇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政府真的不要吝啬这些钱 即使是既然目前有很多预算 可以挪用的地方 再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强势的去护予 既然说我们跟菲律宾 那个所谓暂停执法线 是我们暂定出来 我们可以再往南推 以战去逼他出来跟我们谈判 我觉得这都是可行的方案 尤其是我们每一年 我们看到鮪鱼去风风光光的展开的时候 很多政治人物都在那边去取暖 去争取曝光的机会 排除一条鮪鱼多少钱 大家好开心 我们这个东港的经济又怎么获得的提升 我们照顾渔民 但是真正照顾渔民不是这个样子 在他们在海外孤单的时候 政府才是应该伸出援手的时候 其实这次有人说 这个执法线是有争议的地方 因为现在贝勒宾主张的就是 台湾你不是一个国家 你有什么权利来跟我谈执法线 过去陈永浩哥曾经在我们的节目谈论到 应该要把巴士海峡拿下来 现在目前这个结果 您看我们要怎么跟他谈 我再补充一下 说一天五百万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而且我们不用六件齐发 我们叫一艘军券的话 那省更多 就算六件齐发 连既得件都要出去 一年才十八亿 然后两千三百万人呢 除下来之后 每个人一年只要少吃一个便当 七十九元 就够了 所以如果这样子政府没钱 我第一个政府公布账号 我们开始详细捐款 我就立刻捐一万块 真的啊 就还需要 户名还需要跟人民计较这十八亿的油钱 那我们纳税干什么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少了这个气魄 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 我去宜兰乌石港 因为呢 大家想过台风风那个梅雨来了 气魄好不好 在乌石港 我以前没去过 哇 乌石港竟然变成冲浪的胜地 那几百个人 年轻人在那边 就看那个浪水那么大 他们就冲起来了 台湾人自古以来 就是海洋的民族 你在乌石港 我那天一看 我就真的知道 台湾人就是海洋的民族 刚才那种气魄其实也不用我捐钱 因为马上就有 在南部的一个庙 就捐了两百万 作为护鱼的油钱 其实台湾人是有气货的 而这个之后我们掌控了这巴士海峡 这巴士海峡本来就在我们领域 我们是自己把它放弃了 新加坡就在马六甲海峡旁边 一个小小的渔村 一百年成为世界上的大国 经济上完全要看它 香港一百年前是当作是废地 所以被那个鸦片战争之后 被英国拿走了 也是掌控了在那边 我们竟然有一个这么好的 台湾海峡加上巴士海峡 我们是个海洋的民族 就我们政府为了十八亿的油钱 竟然不能派军舰 竟然说我军舰要考虑 拜托 难怪人家看不起 如果我们连个十八亿都出不起 难怪渔民当然会倒霉 其实还是回到 庄志愿在做什么 他在看那个国旗在哪里 我们所有人民也在看 那个国旗在哪里 不过这边要呼吁一件事情 菲律宾那些八万多个劳工在台湾 他们的贡献比很多领高薪的人都多 我们真的不要去亏待他们 其实政府在斤斤计较的同时 每次的政策 大家都在观看的是 民众的观感如何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做 政府没有魄力 也没有实质的方法来呼吁 如果说真的要谈判 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 蔡老师 我觉得现在我们台湾最悲惨的 就是说我们的渔民 是要去抓Toro 然后那个菲律宾看到我们的渔民 好像看到Toro一样 所以我们变成Toro 看到我们渔民就像Toro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一个渔民 我们往南一去 然后有菲律宾 然后有越南 然后还有印尼 不要忘了 连那个缅甸都会抓我们 我觉得 对 连缅甸都会抓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 现在呢我们的一个 我们政府应该要好好的利用 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来去检视 我们南方的一个海域 好好的有没有 好好的跟这些南方这些国家 然后我们来跟他谈一些 就是谈一些 就是所谓的一个渔业的上面 一个协议 让我们的渔民呢 到南方去捕鱼的时候 能够安心的去捕鱼 我们知道说南方这些流氓的一个国家 有没有 它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呢 它是一个法际的国家 你只要越界 你只要越界 它才会去抓你 然后抓你 然后它有供订价格 你船上没有 没有渔货的话 是100日币 然后100万日币 然后如果呢 有渔货的话 就400万日币 它是供订价 法际分明 对 但是呢 菲律宾是不一样 菲律宾呢 你没有越界 它还是一样 它是一样照常抓你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 面对这些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 我们总统既然还讲完要讲 说我们要依照国际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好像就是说 你面对一个 无奈 你面对一个痞子 他说 嗯 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反而是这样子讲 我觉得那是什么 那个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 我们要对南方的海域 我们要有一个大战略 往南去原生 不要忘了 南海我们是最大的地主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被人家欺负 政府也许可以想想看 合纵跟联合的方式 或许对台湾是更有利的 但是接下来 外交的政策 可不可以野走同样的模式 我们稍后讨论 俗话说呢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也因此呢 目前我们要洞悉菲律宾的情绪 来看 接下来的外交手段 如何谈判 是从我们来观察一下 菲律宾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对 我们这个渔民遭受到他们的对待 我们都常常说 他们是一个海盗的国家 事实上 菲律宾也是个绑架的国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 过去几十年来 这个菲律宾 天天几乎都发生这个绑架案 尤其有很多台商都去那边 都很怕 你今天被绑架 你今天有被绑架过吗 他们都甚至这样彼此的问候 去年发生一个案子 就是中国的商人到那边被绑架 最后菲律宾当局 跟他要求了500万的赎金 后来中国也是支付了之后 那一段时间让整个 中国跟菲律宾关系非常紧张 他们说是他们付的 还不是绑架费 他们那个叫做食宿费 因为我把你关在这边 因为要支要住了 而且不只是只有台湾中国人被绑架 连欧洲人日本人 这个连澳洲人他们都敢绑架 所以他们是无处不绑架 事实上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菲律宾很多地方 是有地方割据的势力 他们那个叫做说 叫做绑架集团 他们有老字号 他们已经非常会绑 知道怎么绑 不会被政府抓到 而且知道要把人放藏在哪里 你永远抓不到 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的 这个上梁不正下梁外的 这个政治风气 他们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他们警察就是穿着 便服的这个逃匪 为什么这样说 菲律宾有一个很经典的笑话 就是说如果在伦敦发生抢案的话 这个警察大概20分钟赶到 如果在美国发生 纽约发生抢案的话 警察大概5分钟赶到 在菲律宾发生抢案的话 零秒钟警察就赶到了 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警察他就是抢 他就是到 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好笑 就是说菲律宾他们一直在讨论说 我们这个海关怎么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贪污 是不是就 要怎样才能够根绝海关贪污之罪 就他们海关总组的署长说了一句话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 如果要杜绝贪污的话 就只有把海关给废了 你看所以说菲律宾这个国家 真的是令我们非常 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所以如果说 必须要有一个机构 要有一个制度 甚至变成不存在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跟菲律宾谈判呢 难道说谈判这件事情 是登天海南完全没有可能吗 因为菲律宾完全不照章法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菲律宾根本 不太重视这一件事情 因为才一个渔民而已 才一个渔民被枪杀 这个对菲律宾来讲 菲律宾那个马尼拉光 一个小时被枪杀的人 都不止这一些 然后还要为这个 来组一个调查团 这个对菲律宾的人讲的 这个来讲有没有 国情不能接受 对 国情不能接受 所以他一直觉得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小事 放那么大 这个是菲律宾 他到现在一直都 他没有办法想清楚的原因 所以菲律宾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非常不重视 人命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你不能用正常的一个 外交手段去跟他交涉 你不能跟他什么 温良公俭让 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谈国际法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不遵守法律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什么 我们态度要强硬 而且我们要让菲律宾人 知道说我们是来真的 而不是虚晃一招 我们应该要让他 让他什么 让他觉得痛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 这些制裁措施 还有包括我们的军券过去 都没有让菲律宾 感觉到丝毫的痛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重理是 他好像根本不觉得痛 所以好像有点 没办法解决的样子 所以接下来 必须要采取更强势 更强硬的手段 而事实上在这个 东南亚情势 比较紧张的同时 东北亚似乎也不甘寂寞 北韩在这个时候 发射了飞弹 用意何在 我们稍后讨论 本来台派的关键 已经够紧张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又有四枚飞弹 来搅局 整个亚洲 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还是说 又是狼来了的巨马 冲下歌 其实对付流氓 对付无赖 真的全世界的道理 都是很简单 你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你以为可以赶化盲邦 然后让他 那前一阵子 安倍金山就讲说 金正恩看起来 污水丹也不发射了 所以他就背弃了 美国和韩国 他就说 他要去跟金正恩谈一谈 然后安倍金山就觉得说 他现在在亚洲 你看 搞得一池 一池春水 他觉得他已经很得意了 结果呢 没想到金正恩说 原来你已经软下来了 我可以欺负你了 所以当安倍金山这样子说 一软化了 想要赶化 金正恩完全不被你赶化 立刻在连续两天 发射了四枚的飞弹 就打在你的日本海上空 就告诉你说 你软了 那我就硬 那你就要给我更多的东西 所以对付这种盲邦 他们一向是如鼠 然后现在金正恩一拉高 东北亚情势又起来了 但又起来之后 你觉得金正恩他上次都已经 被美国这样的大军压阵 都不甩你了 还有一个安倍金山会背叛美国 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 菲律宾大概也在想 台湾你还这么的牵牵君子 他不搞死我们台湾怎么可能 所以其实从金正恩到菲律宾 你就知道 我们台湾不要变成安倍金山 变国际大笑话 目前其实亚洲真的很紧张 大家也在观察 如果说美方的态度是关键的话 会不会就是因为 他现在希望说 北韩又起了 所以我赶快先把台飞的事件落幕了 会不会吵吵就结束 是啊 我觉得金正恩这次会四射飞弹 是因为大家焦点 都在台湾跟菲律宾 所以他不甘寂寞 然后金正恩不甘寂寞 然后说奇怪 为什么没有人关注我 所以还要试射个什么 四颗来吓吓大家 我觉得这次的一个什么 他这次的一个试射飞弹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经过了那么久 而且他态度也软化下来了 但是美国还是不愿意 跟他上谈判桌 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 这是金正恩的一个什么 他这次试射飞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要忘了 他之前都是要射长城的 中城的 这次他来射个短城 对 他最友好的日本人 对 然后呢 然后是射往什么 是射往日本的这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应该让日本吓到 就是说哎呦 我对他这么好 那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 对 他既然飞弹还往我这边试 然后那我 我觉得那个什么 这个是那个韩国那边的一个 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 北韩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金正恩之前跟国内讲的 他要试射飞弹 国内的民众等他等很久了 现在总要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他想要有一个下台阶 国民等那么久了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射 就是对他威望来讲也不好吧 所以他这次就试射了这四颗飞弹 然后来制造国际间的一个紧张 而且这次的试射飞弹是非常有趣的 他在试射飞弹同时间 把大陆的渔船也抓去了 而且要求了就是将近60万人民币 那你知道谁都可以抓 竟然跑去老大哥抓渔船 为什么不抓台湾的 对 这次玩过去 过去的创 因为习近平正式的下令 对 没错 所以他就跟你大哥翻脸 所以你看到流氓是这样子在做的 真的 流氓完全没有 那一部流氓还在温良工简单 那就谢谢在联络了 就被流氓骑在头上 对 所以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韩国这次也学会 开始就直接把飞弹对准他的暗炮 所以这次的动作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全民开讲